外星怪物独夜附身蜘蛛侠 正以英雄性情大变 城市人民陷入恐慌 这样的蜘蛛侠还能护城市吗 今天目为给大家带来一部老牌漫威电影 蜘蛛侠3 蜘蛛侠帕克和女友玛丽正在约会 此时天上掉下一块陨石 外星怪物独夜从中渗出 浑然不知的帕克两人正要骑车离开 独夜趁机跳到了车上 回家的路上帕克遭到了绿魔的攻击 几次交手才发现 这人原来是昔日好友哈里 自从哈里认为是帕克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后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最终有了今天的大打出手 最后哈里被帕克伤到头部进了医院 出验的时候 哈里失忆忘记父亲的死因 也忘记了帕克就是蜘蛛侠 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种兄弟般的关系 几天后 哈里在蜘蛛侠的欢迎会上遇到了玛丽 得知他刚失业 哈里用自己幽默的语言动玛丽开心 而此时的帕克却在台上当众接受美女的相吻 当晚在餐厅 帕克与玛丽大吵了一架 次日帕克被警察告知 杀他叔叔的真凶是反派沙摩 回到家里 一股负面情绪在他身体蔓延 一直藏在他家的毒液趁机扑了过去 就这样蜘蛛侠黑化了 黑色蜘蛛侠再次找到了沙摩 一番打斗他发现沙摩怕水 于是他打爆水管 把沙摩冲到了下水道 另一边 伤心的玛丽来到哈里家中 哈里带着他一起做饭 耐心的听着他吐槽 于是两人很快擦出了火花 但理智让玛丽转身离开 哈里受刺激 恢复了记忆 他化身为绿魔 找到玛丽逼他和帕克分手 被甩了帕克十分伤心 哈里火上浇油说道 就是自己抢走了玛丽 直到这个消息 帕克当晚就找到哈里家里 把他一顿横揍 两人激烈缠斗 最后帕克一个炸弹 就给哈里毁了容 为了报复玛丽 帕克特意找了个美女 去玛丽工作的地方炫耀 还在那里和保安动起了手 无意间把玛丽也推倒在地 惊恐的玛丽问他 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玛丽的提醒下 帕克认识到 自己是被毒液影响了 于是在一个教堂楼顶 伴随着刺耳的钟声 帕克剥离的毒液 而毒液则附身到了 被钟声吸引来的人身上逃走 逃跑路上 毒液碰到了死里逃生的沙摩 两人的敌人都是蜘蛛侠 于是准备联手对抗 两人绑架了玛丽 在城市制造恐慌 想要利用媒体的力量 逼蜘蛛侠出现 帕克感觉自己一个人不是对手 于是去哈里家求助 希望他能为了玛丽 暂时放下两人恩怨 但是哈里认为 杀腹之仇不共戴天 所以拒绝帮助他 无奈 帕克只好一个人去营救玛丽 这时哈里的管家告诉哈里 我在检查你爸的尸体时发现 他其实是死在自己的飞行器下 听到这些 哈里的心结终于解开 而此时赶去救玛丽的帕克 正在被毒液和沙磨 联手下打得奄奄一息 关键时刻还是哈里 即时赶到救起了帕克 两人联手终于把玛丽救了下来 但好景不长 毒液的偷袭让帕克遭遇闲境 巧合间 帕克发现毒液害怕噪音的弱点 不过他此时却被毒液控制 无法动弹 就在他快要挨上毒液致命一击时 哈里突然冲过来 用身体帮他挡了下来 看到好友重伤 帕克奋力挣脱控制 用地上的钢管制造噪音 让你忽视身边美好 当你清醒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错过了许多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